为了让独老以及弱势的长者 也能感受到圣诞的温馨氛围 台中市小明基金会启动了圣诞列车 送爱到家中 除了送上温暖小礼物 还有圣诞歌曲报家音 在寒冬中注入了一股暖流 昏暗灯光中将近80岁的奶奶 煮着拐杖缓缓走出家门 住在台中市西屯区的张奶奶 患有认知退化而且行走不便 圣诞节即将到来 为了让弱势长者也能温暖过节 小明基金会送爱到家中 传递温暖歌声 小明基金会我们在每一年 都会举办我们圣诞报家音的活动 那主要就是连结我们的社区的资源 然后带给我们弱势的长辈 还有我们的独居长者身心障碍者 一份连结的温暖 那我们今年会去 我们会去到40多户的长辈家里 然后一起送社会的爱心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温暖过节 除了圣诞歌曲报家音 基金会也带来了手工饼干钥匙圈 送上满满新意 还有象征平平安安的苹果 祝福奶奶能够平安健康 佳节到来不过还是有很多独老 伸仗者孤苦无依 今年小民基金会圣诞列车身入40多位长辈家中 用实际行动表达关心 真快乐 恭喜大家 谢谢大家 希望常常来看看老人家 在欢乐的歌声中 让张奶奶露出幸福笑容 嘴里不断说着感谢 圣诞列车直达家中 在寒冬里溢住温暖 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